不讨群聚事件曾引起当时院内护理师案863家里7个人全染疫 为了避免同样事件重演 指挥中心宣布从3月开始居家隔离者也得采取一人一户的心智 但如果居家隔离对象是未成年或65岁以上长者 身障或失能者还有重大伤病等需要被照顾的对象 可以有一名固定照顾者同住不受一人一世的限制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这是因为加州变异病毒株不只会让重症和死亡比例升高 加户清洗率也会上升 因此一人一户的措施是有必要的 从下个月开始台湾社区防疫再升级 所有居家隔离者都得采取一人一户的方式进行隔离 这是为了避免加户中的同住者彼此传染 加户传播率上升这个变异病毒的特性 会让我们觉得就是说需要特别在针对居家隔离这块来做更加盐的一个措施 以免说造成后续还有这样居家隔离期间 加户内传染的一个可能性 为了降低加户传染的可能性 从森林豪开始 所有居家隔离者都得采取一人一户 或是到防疫旅馆等地方进行隔离 如果家中所有的同住者都是居家隔离对象 而且和确诊者最后接触的时间也相同 就可以在同一户家中采取一人一世做隔离 另外如果居家隔离对象是未成年或是65岁以上的长者 需要被照顾的对象 可以有一名固定照顾者同住 不受一人一世的限制 但得同时间进行隔离 考量新冠肺炎疫情 未来可能有越来越多变异病毒株出现 增加重症死亡和家户清洗率上升 指挥中心加监隔离措施 要让家户传染率降到最低 记者赞报道 我国确定透过COVAX平台取得20多万剂AZ疫苗 原本这周就能确定供货死产和剂量 眼看2月就快过完了 难道是COVAX食言了吗 指挥中心回应 我方已经透过驻外单位联系 对方还在处理当中 因此会延后几天再通知 更强调我们没有收到别人也应该没有 另外指挥中心也解答民众的一些疑惑 像是AZ和莫德纳疫苗 建议让18岁以上的人接种 BNT疫苗则是只要满16岁就能施打 两剂需要打同厂牌的疫苗 而民众在需打完疫苗之后 也要观察至少30分钟 打完两剂后的7到14天 就会产生保护力 五国透过COVAX平台取得 20几万剂AZ疫苗 原本说好这周就要公布 疫苗到货失程以及实际数量 但至今依旧没销没席 似乎也代表疫苗2月抵台 一近五望 昨天透过我们驻外单位 在跟他们联系 那他们说他们现在还在处理当中 可能会再晚个几天 我们没有收到 别人也应该没有收到 因为至少他们是这么回应的 强调不是只有台湾比人家慢 但五国的外公疫苗 除了AZ和莫德纳之外 外界也好奇台湾是否有机会 买到只需要打一剂的 教育疫苗 他们的主要的供货员 在那时候跟我们谈谈是想先朝着 Covid 仍然跟他维持在联系中 各种疫苗里面有最努力尝试是 只靠一剂是不是就有足够的效果 是不是要管理局势已经给他进去授权使用 就怕取得疫苗的速度跟不上其他国家 指挥中心也打算靠加速接种效率弥补 跟列出QA解答民众疑惑 像是AZ和莫德纳疫苗 主要是建议让18岁以上的人接种 而BNT疫苗则是只要满16岁就能打 其他像是孕妇和儿童则是没被列入 如果有较高感染风险的 就是当接种疫苗 就是力大于弊的时候 也可以跟医师来讨论评估接种 民众是打完后也需要观察至少30分钟 确认没有立即性严重过敏反应 打完两剂后的7-14天就会产生保护力 未来也会透过咨询系统 确保民众打得又安全又快速 国内目前自费筛减是否确诊新冠肺炎 每件价钱落在5000-7000元 新美市政府率全国之先 宣布3月1号开始 包括双核医院、新电更新医院 永和更新医院 还有三峡恩主宫等4家医院 全面调降新冠肺炎一般裁减费 从每件6300元调降到5800元 至于全国裁减费用不一样 未来有没有可能统一一个价钱 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 要尊重医院成本 由地方卫生局审核 工作人员忙翻天 临时加开的门诊区全排满民众 这些人全都是等待自费筛检新冠肺炎 但不少人抱怨 一次就要花上好几张千元大钞 但现在新北市宣布要降价了 新北市有四家医院愿意 一般的裁减费用下价 这是一个很不错 辨民的优惠价格 3月1号开始 新北市包含卫福部立双核医院 新店更新 永和更新 及三峡N主公四家医院 全面调降新冠肺炎一般裁减的费用 从原本的6300元调降到5800元 少了500元 但如果是极箭筛检 还是维持在一次7000元 我也希望扮演一个推动沟通的角色 让大家把中央跟地方 跟医院的沟通都能够团结在一起 基本的这个价格的核备或核准 是在地方卫生局 那会找各个医院大家再来谈一谈 不过还是有这样一个成本的考量 是否全国跟进降价 指挥中心态度保留 目前六都中台北桃园和高雄 收费上限都是7000元 对于需要返回其他国家工作 或是出国留学的民众 恐怕都是一笔不少的负担 记者送不到 廉价第一天 屏东东港码头挤爆出有人潮 都是要出发前往小琉球的游客 不只是船班爆满 小琉球的订房数量 更来到了九成 房间几乎都被抢光 228廉价 一大早就有大批游客 踢着行李大包小包在码头排队 准备登船前往小琉球 大排长龙的人超塞爆码头 几乎看不见镜头 每个人都戴上口罩乖乖配合防疫 而海巡署人员也没闲着 替排队的旅客一一查验身份 有那个真的事吗 我家话了 全球疫情 没办法出国 也让国内旅游成为趋势 小琉球的订房数量 更是来到九成 房间几乎全被抢光 廉价才第一天 屏东东岗码头 从里到外一大片全是人海 走到被急得水泄不通 快要没有容身之处 船班也是斑斑爆满 船上根本没有位置可以坐 把握假期民众席家带卷 出发里岛游玩 也为小琉球带来观光彩 只是人潮推挤 务必保管好财务 也注意自身安全 记者苏世伟屏东 参考报导 大概是一分钟的 还是很好的 尽力を拨打